程式基本上是在這邊 就是在 VBA的環境裡面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變成按鈕啊 上學有講過了 所以再把它複習一下 在開發人員裡面插入按鈕 表單公式這樣 然後拖拉一下 那你就先做一個 然後找到什麼呢 樂透彩 把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把這個名稱貼上一下 一個吧 然後再來按右鍵複製它 貼上之後呢又一個一模一樣的拿這個來改 不然的話呢其他會不一樣大小 然後這個就是樂透彩清除 名稱把它一樣複製 把它直接就貼上去就OK了 那基本上呢你就可以試一下按下它 完成了按下它又OK了 應該沒問題啦 我發現同學 對於程式的接收度越來越高了 其實這東西 學了之後就回不去了 因為以後呢你知道有這個方法 你怎麼可能會在用比較 土法煉鋼的方法在做事 對不對 所以呢現在職場上面很需要這方面能力啦 就是說老闆一看到你還在土法煉鋼 我想它感覺上應該就不是很好了 它會沒有說你們學校都沒有教你們寫程式嗎 寫點程式事情就解決了 OK好 所以你看它按下去 這個東西感覺 其實還蠻有成就感 越寫越上癮 所以很多東西 我的東西 理論上我不太會突發煉鋼 我寧可用程式來解決問題 我也不會說一直在那邊突發煉鋼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只要你在電腦裡面發現 你在重複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想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回圈 讓它重複執行 事情就解決了 好 而且會省很多時間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第二個 第二個是希望能夠做出什麼效果呢 就是 能夠把那個 第二段 其實程式也在這邊 本來是可以複製貼上 我現在把它改成圖了 現在是沒辦法複製貼上 OK 只能看 意思就是要叫你打 不要複製貼上 一下就好了 那沒有意義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做格式化 跟清楚格式化 這兩個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的 需求是 我們的邏輯 我剛剛有提過 我要把 如果這邊是小於等於7的 的 A欄 這個是邏輯在這邊 那格式化是A欄 那程式如何寫呢 所以第一個 一樣 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一樣是插入程序 名稱叫格式化 那格式化什麼呢 格式化 按個確定 直接個sub 然後格式化的 這個邏輯 我剛剛講的 一樣是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列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一行把它複製過來 一樣一個net 所以有些東西如果打過的話 就可以不用重打 OK 然後做什麼呢 多一個邏輯判斷 if if 還記得吧 if哪一欄呢 if 這一欄 這一欄是 1欄 所以你就打一個sales 瓜糊 i列 的 1欄 它如果是 小於等於7 這個是邏輯 空一格 then then是做什麼 enter兩下打一個 and if 因為有if就有and if 在if跟and if中間就是你要做什麼 如果這個條件呢 它發生的 那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A欄裡面的 同一列的資料 A欄裡面同一列的資料叫sales 瓜糊 然後i一樣i列是同一列 哪一欄 A欄 它的什麼呢 字的顏色 還記得吧 我有講過吧 沒有嗎 沒講過 今天 補充一下 沒講嗎 好 沒關係 假設 假裝沒講 好 這個儲存格的字的顏色 就是什麼 點 它有一個字的顏色叫fong fong fong就字嘛 顏色的話就在點 他的 意思就是說 這個儲存格的字型的顏色 color 這樣意思應該可以理解 等於什麼呢 等於顏色 就是 如果在vba 裡面呢如果牽涉到顏色就是 三元色 RGB 各位應該知道吧 R就是 紅色嘛 綠色嘛 藍色嘛 有沒有 RGB嘛 然後呢 前刮 前刮 一下 因為這三個顏色 都是 256 就 8位元 那也就是紅要多少紅 就很像調色盤 那如果我要紅是全部紅的話 那就全部最多255 就是零到25 最小是零 最大25 那 有一個調色盤裡面我把紅色加到最大 然後呢 沒有綠色 也沒有藍色 也沒有藍色 那意思就是紅色的意思 OK 這樣子的話呢 意思就是 字 把它變成紅色了 其實你這樣做好之後 執行看看 我現在只有 那個字的顏色 看看有沒有OK 其實你就直接執行 有沒有發現 字有沒有變紅色的 有吧 但是你會發現 字變紅色 好像因為它原來的顏色 跟 紅色很接近 所以這個效果不明顯 再來的話呢 我們 字的顏色之外加底色 那底色怎麼加 其實很簡單 也是一樣 你一樣打一個Sales 然後不過我刮鬍先不要加 為什麼刮鬍先不要加 因為 底色那個 它這個名稱 它叫INTRO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不就是把這個INTRO記一下 要不就是說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可以先不打瓜糊 也可以提示一下 INTRI 有沒有 OR 這個單字 稍微 又比FONZ更長 所以呢 你可以怎麼樣 先把它 找到之後的話 然後 點Color 這個 等於 一樣是RGB 那黃色怎麼 黃色其實我記得是紅配綠 25 紅色 加 綠色 沒有藍色 那這個就黃色 最後再把這個刮鬍 補上一下 如果你漏掉這個刮鬍的話 它變成整個工作表全部底色都變成黃色 OK 你想說老師 那你為什麼刮鬍後加 因為你刮鬍加了之後有沒有 剛剛這個地方 點下去 INTRO 它就不提示了 所以為了要讓它提示的話 有的時候 你就直接 直接先不要刮鬍再點 再不然的話請你把這個單字背一下 底色的話叫 INTRO OK 點Color 好啊試一下 應該沒問題啦 程式應該沒有很複雜 執行一下看到不OK 有沒有 紅色 紅色 黃色的底 就出現了 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基本上程式就只有一個回圈 寫過 一幅邏輯 這個應該用過 頂多是這個啦 不過這個同學好像說沒有寫過 那沒關係 反正 上面這個封Color應該可以理解啦 它顏色一定是RGB 然後INTRO Color 底色 RGB 那不過可能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黃色 是 25 25 0 那其實有個方法很簡單 你可以切到那個常用 油漆桶 油漆桶裡面 如果你要找黃色的話呢 你可以切到 其他色彩 點擊黃色 旁邊不是有個字 字定的話呢你會發現了 R G B 就出現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別的別的顏色的話你只要隨便點一個顏色 把這些號碼 填到RGB後面 就是你的顏色 OK 那當然 我是覺得 這應該不難理解啦 只是我覺得 VBA 他沒有 那當然最好是旁邊有個調色盤 你剛才點一下就直接可以調顏色 只是說這個功能沒有 變成你只能在這邊 記下 顏色 就OK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因為未來 請各位 顏色部分 也許你可以自己變化一下 當然 我們 這一題 主要還是簽到 可能考試 最好是一致性 但如果將來有一些變化題 你們 給我的東西 你就可以隨便做沒有關係 我當然希望說你們可以 自己去網路上抓什麼 抓其他什麼 精彩539 威力彩 什麼一堆彩有沒有 然後你把歷年來的 網路上的資料抓下來 然後告訴我 哪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如 這個 方式 那自動化程度越高越好 就要一鍵按下去 一鍵按下去 什麼都有的 那更好 甚至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這種 樂透彩 其實他像股票 投資組有一堆 網路上一堆人 他想要做這些事情 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你分析哪一支股票 他的 最近的財報 最近的一些相關資料 如果你都可以的話 其實 這就是一項的 一項專業技能 OK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這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 先把那個 格式化先做出來 同樣的當然格式化還可以清除 所以 再把什麼格式化這邊加一個清除 清除怎麼加呢 基本上 就不用邏輯判斷了 全部怎麼樣呢 把那個顏色通通變成黑色 清楚 不過原來顏色好像就已經有了 所以應該 就是把它恢復 不要邏輯 清楚的話呢 不要邏輯判斷 全部恢復算了 所以 全部恢復 恢復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是 什麼呢 原來的顏色 Ctrl Shift加 Table就倒車 剛剛Table是向前 Shift按住加Table是倒車 那支的顏色 底色把它改成沒有 所以底線沒有的話 我記得是 沒有是什麼 沒有是Excel Excel的常數 開頭都Excel 沒有就None 那 字的顏色呢 其實比較標準應該是 看一下這個字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它應該是 255 0 25 所以如果要恢復的話 就剛好 在藍色地方 加一個25 就變成顏色 0的話是紅色 這個加25 就恢復了 所以其實如果要把它恢復的話 我們的程式 應該是 這邊 加個25 然後這邊變成沒有 有沒有 本來有顏色嘛 沒有顏色是Excel 我執行試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恢復了 格式化 有了 沒有是這樣子 OK 應該可以看懂邏輯吧 那清楚的話 基本上不用邏輯判斷 所以把這上下這兩行拿掉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顏色本來是紅色 改成原來的顏色是紫色 那我怎麼知道是紫色 游標放這邊 再到它的字的顏色 找其他色彩 它會自動幫我把 這個字的顏色 幫我把它什麼 帶出來 我就把這顏色 把它填上去 OK 這樣就完成 畫面呢 畫面呢 先在 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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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